我叫郭西燦,今年七十一歲 初中畢業以後就開始做木工,最近做到現在 我一生喜歡這個行業 在農村的效率都是做農具 現在我考慮到做農具的人很少 差不多就會消失 我在退休以後我就想把原來自己會做的這些農具 重新做成微型小型的 然後保管,給後來觀看 以後沒有了,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些原來這些農具,農間文化的傳統 我做的這些農具,在農村裡面 有的還看得到一點點,有的是沒有了 我有時候還問那個小孩 他說都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是從1963年在鄉下拜了一個師傅做這個農具 這個小圖的時候呢,我喜愛做這種工具 就把它全部記下來了 我還畫了那個草圖,尺寸都記好了 所以我回憶一下,又可以做得出來 我做這個東西 我做這個東西是完全原來 照原來那個尺寸做的 就是把它的比例縮小 每個結業,每個過程都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去剪掉,最原始的 我就認為改了就不珍視 做這個呢,發力氣是要小一點 它因為材料,材料小 它在做的時候呢,是更難做 那個大的呢,隨便用錘子 使勁地敲,使勁地打,都沒問題 這個很小的,搞得不好就會斷掉 會開裂,這個更要仔細 這個做起來時間要比原來做那個真實的呢 要多一點 我原來在農村裡幫別人做這個工具 是有種壓力 一天要做多少事 做少的事,就是說 對那個東家不好一樣 現在呢,我做這個東西呢 是沒有壓力了 我想做就做,想停就停 我就是做得完完的 原來香港中文大校有個譚教授 他來了解民風民術 他順便看見我做了這樣的好農具 他感到很欣喜 他說,你這些東西 全部一千塊錢一個 我全部給你收掉 我說,我要留著點,就沒有賣給他 我每做成一件東西啊 心裡特別的高興 全部是自己一個人手工製作出來的 我接下來我想把 想把我會做的這些農具 環繩起來 還有每做的把它補充起來 另外呢,還想做那個 做一些那個古建築的那個 房子的物價 多做一些的東西 我現在身體還好 我就是想在我身體好之前 多做一些這些東西 做得很好 我現在身體還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